再给我来一弹 桃花酿 师傅你又偷酒吃了 这不是我的小名儿吗 来得正好 师傅今儿高兴啊 把我画本子打开 给我念一段 师傅你喝多了 小条皮 我没喝多 我要听那个 人呢 小名儿 我要听快川之反派又黑话了 人家就要听吗 是师傅太好了 我不想离开师傅 师姐常常闭关 若师傅再闭关 这清竹风上便只剩我一个 我看不到师傅的身影 也吃不到师傅做的灵禽肉了 南巡顿了顿 神色更为缓和 轻叹道 谁说我要闭关 谁说我要闭关了 便是你不黏着我 我也会时常督促你的修炼 薛明静静地盯着他 半晌后才到 是师傅说的 一年前师傅自昆云得了万年木金元 说自己很快就要突破了 如师傅这般境界的大能 若是闭关突破 花个十年二十年都是少的 我不想师傅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老了 南巡不禁一震 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蛋 语气十分柔和 师傅等你注击之后再闭关 薛明却摇头 嗯 我也觉得自己太黏师傅了 师傅自去闭关突破吧 我一定会在十年内注击 威顿没给他拒绝的机会 师傅这十年都不要出现了 我怕自己分心 臭小子 这还怪起我来了 其实为师也想看着你和小萌长大 若真的十年不见 我岂不是错过了你们的童年 薛明小大人似的 反过来给他讲道理 修士不都是在修炼中度过吗 所以大家都没有童年 况且师傅一百多岁 就是我再长十岁 在师傅眼里也是孩子 南巡想想也是 只是他好喜欢萌萌的小包子呀 十年之后 小包子就长大了 他就看不到了 薛明没有让他继续惆怅 摇里摇手腕上的情商灵 只给师傅十年时间 十年一到 不管师傅有没有突破 我都会摇响铃铛 师傅听到这铃铛声后 就出来见我 南巡 还能如何 只能硬想 他不禁地眯眼看他 从十招来 你是不是早就嫌我爱事了 师傅的确让我分心 但不是因为师傅爱事 是因为 我老想着同师傅玩耍 薛明绷着小脸道 南巡看了他片刻 突然伸手捏住他鼻子 维持这个姿势许久 薛明小嘴紧抿着 鼻子又被他捏得无法呼吸 忍了一会儿 实在是忍不住了 小嘴突然张开 大口呼吸 南巡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叫你嫌弃我 一大一小两个人 闹了一阵 南巡取出了 那两颗上瓶洗灵丹 戳他小脸 小明儿 去喊你师姐过来 为师现在就给你二人 洗灵根 薛明面色淡淡地 恩了一声 不一会儿 就将人给带来了 师傅 师傅 师傅是真的吗 师弟说 您可以洗去 弟子身上的杂灵根 妖小萌激动一成 哒哒哒地跑了过来 单灵根修饰 乃修真界中的上等天资 千个里面才一个的概率 修炼速度最快 若我洗去砸灵根 岂不是也是单灵根修饰了 南巡笑着点点他鼻子 自然是真的 只是 他摸了摸腰小萌的头 笑意微脸 正色道 小萌你必须知道 纵使服用了洗灵丹 洗灵根也没有想象中 那般容易 毕竟灵根 如同树根一般 扎根于周身经络之中 几乎已经与经络 融为一体 洗去一种灵根 就相当于要割断经络重铸 那种痛苦 你可承受得住 徒儿不怕 就算现在不洗灵根 日后你也会遇到其他机缘 继承单一水灵根 修为大长 成为一个 不属于白脸仙子的人物 还跟七韵子抢男主 不过 小八现在也不确定 这个世界的主线 能不能按照 原来的轨迹发展了 原世界 白脸仙子为情所伤 生了心魔 后来 在冲击出窍期的时候 直接被心魔吞噬 身陨倒消 成为修真界上的 一大汉事 可现在 南巡成了白脸仙子 血明大大 成了未来大反派 小八都不清楚 这个世界 会朝什么样子发展了 反正 有血明大大在 天塌了 她顶着 妖小萌 从南巡手里 接过喜灵丹 一口吞掉 喜灵丹入体 一股强悍的灵力 瞬间冲击着 她的四肢百骸 通过 她全身经脉 将一根根经络 割断 又重铸 妖小萌 疼得全身 都蜷缩在了一起 最后还是没忍住 给疼哭了 我师父 熬疼 我 南巡立马 抵住她后背 隐气 为她疏通 奇经八脉 缓解痛苦 她本来可以 一开始就这么做 但她必须 要让小萌知道 任何东西 都来之不易 喜灵根 是要付出代价的 成者 就拥有了 人人羡慕的 单灵根 败者 极有可能 灵根禁断 永别仙徒 足足一个时辰之后 妖小萌 才成功地 洗去了 多余的灵根 变成了 单灵根 南巡 随手翻出了 一块灵根石 小萌 现在来测测灵根 成了一个 湿答答的水人 妖小萌 连忙擦了擦 脸上的汗 迫不及待地 将小手 放到了灵根石上 灵根石上 很快出现了浓郁的橙色 颜色纯粹 妖小萌则激动地 欢呼一声 成了 小萌以后就是 单灵根石了 然而 南巡 突然意识到什么 笑容 一下子僵在脸上 妖小萌 也后知后觉地 反应过来 她瞪着大眼睛 瞅着眼前的灵根石 再次 将小手 放在上面 看到那浓郁的成光后 妖小萌 先是愣了愣 随即 就哇的一声 嚎了起来 哭得那叫一个 惊天地气鬼神 呃 居然把水灵根 洗掉了 我明明记得 小萌的水灵根 壁土灵根 墙上许多呀 洗灵丹 应该是洗去 修饰体内 较弱的那一种 怎么会把水灵根 洗掉 留下的反而是 土灵根 空间里的小八 突然一下 蹦了起来 我去 这怎么回事啊 这可是以后的 碧水仙子啊 碧水 碧水 人以后 可是单一水灵根 天才啊 现在居然 变成了 单一土灵根 小八 莫得描相 血鸣大大 发现他表情淡定 无丝毫意外 难道是 血鸣大大 搞的鬼 血鸣大大 你是有多幼稚 才会对一个 七岁小娃娃 搞这种小动作 莫非身体变小了 心理年龄 也跟着变小了 您可是 十数万岁的 上古 变异凶兽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小八绝对不会相信 这位大佬 能做出这种事情 幼稚 幼稚至极啊 如今 小八已经不奢望 这个世界维持原样了 只要主线 不像脱缰的草泥马那样 拉都拉不回来 他就谢天谢地了 师父 你会嫌我笨吗 我的小明儿 可是最最聪颖的 为师怎么会嫌弃你呢 师父莫不是在骗我吧 小坏蛋 师父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那师父答应我 永远不能骗我 答应你 答应你 日后我若是骗你 我就是小猪小狗 好了好了 今天的快创还没听完呢 小明儿快随为师继续去听